对了 这边我稍微再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们也都一起做 你们早上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到2020年的进口资料跟出口资料 对不对 你没有2021年的资料 可是我现在已经给你了 这个档案是有的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资料你要怎么取得 好所以你接下来先看我做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样要先到指定的这个网站 财政部这个网站 然后去下载资料 好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进口主要国家 然后这边全选 我其实全球我没有打勾 好接下来这个全选打勾 然后这个时间我选110年的1月 到110年的10月 然后这个选择选择月 输出的格式我要CSV 好我想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去点这个查询 可以吗 我就实际实际做 因为本来给你们的资料只有到2020 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我是5月份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1月2月的 那种进口的资料 出口的资料 可是我没有下载 我就想说我只要算到2020年的12月 好那可是现在已经2021年12月 所以它已经有前10个月的资料了 所以在这边我就查询 这个是进口 我就稍微做一下 我做一下进口 你就知道出口也是一样的做法 其实反正你就等 好你看这边我就已经下载了这个资料 那我这边下载了这个资料 我就重新把它命名叫做进口2021 跟原本的这个进口 跟原本的进口我是怎么做 我把进口2021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选 选到最后最下面 这个是什么资料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那个110年1月2月3月 各国各产品的进口值 可以吗 好然后选到它复制 复制 是然后打开原本 原本我就我今天早上给你们那个进口 好原本那个进口呢 它是从100年1月开始 就是各地区各国家各产品 各纸产品的进口值在这里 好所以我就把它贴在这个档案的最下面 因为它这边只到109年12月 所以我是不是贴上 可以吗 就变成我这个进口资料是不是就增加了 这样没问题 好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把它储存 储存 储存 好例如说 我现在把它储存 是 然后我就关掉了 我还有出口 出口一样的做法 就是出口打开来 它就100年到109年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然后拉到最下面 然后我要去那个财政部的网站把2021年进 而出口的资料也全部都下载下来 这是出口2021 我就从这个110年的1月到最后面 到这边 然后复制 然后贴到这里贴上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有了这样子的内容 就是本来是直到109年的12月 现在是不是多了110年1月 然后就把这个档案处存 可以吗 那个这样子我的进口的那个资料里面是不是有完整的资料 就好像说我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取10年 我没有从那个90年开始到民国99年12月31号的资料 对不对 你也可以类似这样子的做法 去把它做进来 但是请问要不要插入到前面去不用 直接加在后面就可以了 加在它的下面 你千万不要在前面插入 你千万不要在前面插入 你要加就加在最后面就好了 好了 那记得 记得在这边 它只做一件事 就是重新整理 这些图全部都帮你画完 这样没问题 我要告诉你 这也是Excel做不到的 这只有Power BI才做到 或Tablet这种问题 合格 好 好